老子 博书 第28章 故曰 为道者非以明明也 将以愚之也 明之难之也 以其知也 故以知之斑 斑之贼也 以不知之斑 斑之德也 恒之此两者 以启示也 恒之启示 此为玄德 玄德深矣 缘矣 于物凡矣 乃至大顺 下面用白话文来解释一下 故曰 为道者非以明明也 将以愚之也 这一篇讲的主要就是说 作为圣人 或者说作为领导 统治阶层是怎么样 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比较好 他就是说 如果是为道的人呢 是不教导人民自巧伪诈的 而是教导人民呢 存厚朴实 这个愚之的话有点像那个 不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愚蠢或者愚笨 实际上是道之若愚那种敦厚朴实的意思 就是一个薄一词 而不是一个贬义词 明之难之也 以其之也 人民为什么很难治理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自巧之见太多了 故以之之邦 邦之贼也 所以用自巧之见去治理国家就会危害国家 以不知之邦 邦之德也 如果不用自巧之见去治理国家 就是国家的降服 横之此两者 以启示也 如果经常了解这两者的区别 也是一种法则 横之启示 此未寻的 如果常常了解这个法则的话 就是深得与道的玄德了 玄德深以原以 玄德又深又远 于物反以和具体的事物 浮规到它的本质很朴实的那一面 来自大顺 然后才能极大的顺服于自然 就回归了 道法自然回归了 自然的状态 本来的那个状态 这一章 是这两句话 故已知之邦 邦之贼也 以不知之邦 邦之德也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观看